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第五周的更新 本月份最后一次更新相当的劲爆 里面终于推出了我们所谓的成长肩甲 另外也针对海贼岛进行了二度的更新 我们赶快看一下内容吧 第一个内容是他改善了海贼岛前半段的便利性 然后第二个内容更新的就是海贼岛的每日任务新增 为期一周他活动内容就是每天只要击杀100只海贼岛的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海贼岛补给箱 那这个补给箱里面开出来100%获得一个兰姆9 另外右边是几率获得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更新怪物图件又再度开放了 开放时间大概是一个月 从1月底到2月底 第四个就是优化了省电模式的UI界面 把原本只能看到娃娃探索的东西改成了 可以看到娃娃跟圣物探索的 他这边会出现提示说你的子弹或者是箭矢射完了 好第五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重点更新之一 新增了商城装备 闪亮的成长肩甲 以及闪亮的蓝龙肩甲 我在猜他可能就是当初的成长内衣跟黑帽内衣一样 完全区隔开来 好本周的个人制作开放了 稀有蓝卡跟蓝娃的制作 那最后这周还开放了 塔拉格里欧的综合供应包 内容物给的是两个综合卡包代币 以及五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塔拉格里欧的圣物补给箱 他内容物是十个高级圣物抽卡包 以及一个代币 这次的新出的闪亮肩甲 跟蓝龙肩甲相对应的礼包 详细的功能还有能力值 以及他的制作方式 我们就可以等到三点半的更新 我再帮大家介绍一下 但这次特别就是他出现了一个任务通关 以往这种经验水1200%都只会开放在 改版的时候 他这次突然多出了这个蓝龙的成长资源计划补给箱 那这个箱子出来 其实是蛮奇怪的啦 因为韩版也没有透露什么更新或改版情报 他就抢先推出了一个经验水 有没有可能是他把更新的周期往后延呢 因为要因应韩版过年 这个我们就等着看吧 然后这礼拜他们的 蓝钻礼包是伊娃的抽卡补给箱 内容物的话也是两包卡包 三个综合硬币箱 以及一个代币 那这一次新增了这个用潘朵拉的碎片 12个可以换一个综合抽卡包代币 详细的资讯我会在3点半的细节更新再跟各位说明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